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98天 如何克服焦虑 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 也忘了他做讲的大部分内容 那时我俩都18岁 他刚刚参了军 他的分享以脚上那双军靴开始 他将一只靴子称作信靠 另一只称作顺服 他说 这就是基督徒应该穿在脚上的鞋 演讲仅持续了七分钟 但这形象的比喻 至今仍留在我脑海里 就像他说的 信靠和顺服 是总结基督徒生活 最贴切的两个词 在今天的各段经文中 我们将看到 基督徒应该如何通过信靠和顺服 来克服试炼 挣扎 担心 焦虑 恐惧 以及失败 诗篇四十二篇 六到十一节 试炼和诱惑 通常 在经历苦难时 信心才能向下扎根 诗人用极富感染力的词句 激起读者的共鸣 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情感若不是由心发出 就不可能触动另一颗心灵 诗人甚是游闷 他感到神已经将他忘却 他感到哀痛 被仇敌欺压 诗人的愁苦之深 竟好似骨头被打碎一般 敌人嘲笑他 不住地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如今很多人不也是这样 奚落基督徒吗 巨大的试炼 挣扎和诱惑 向诗人袭来 他感到如同身处 倾泻而下的瀑布之中 虽然被生活的洪流漫过 但诗人的内心深处 仍然坚定相信 依靠神 白昼 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在河流这一比喻之后 诗人又将神比作我的磐石 虽然诗人觉得神已经忘记了他 但他明白一个真理 神才是最安全 最坚固的保障 我们可以靠着神站立 在无尽的患难中 诗人对自己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 是我的神 诗人知道 在一切试炼 挣扎和诱惑当中 自己必须定睛于神 继续信靠 顺服他 主啊 感谢你将爱 投在我身上 请帮助我 继续依靠你 顺服你 因你是我脸上的光荣 我的神 新月圣经 路加福音 十二章 一到三十四节 担心和焦虑 你常常担心吗 感到惧怕吗 是不是有很多愁烦 耶稣从来没有说 不要担心 因为没什么好担心的 耶稣说的是 不要担心 虽然生活中 有很多让人担心的事 有好几次 耶稣都对跟随他的人说 不要怕 不要忧虑 解决惧怕和忧虑的 唯一办法 就是信靠和顺服 耶稣为我们提出了七条方法 以应对担心 焦虑和恐惧 第一 敬畏神 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如果你对神 怀有健康的敬畏感 就无需害怕任何东西 不要被那些宗教人士的欺负 吓倒 以致不敢发声 或失去真诚 他们绝不能毁掉你的灵魂 你生命的根本 你要敬畏的乃是神 因祂掌管你的一切 你的身体和灵魂 皆在祂手中 第二 知道你对神的价值 耶稣说 不要忧虑 也不要害怕 因为你对神来说 是无价的宝贝 神爱你 你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神深知你的一切 就连你的头发 他都细数过 第三 信靠圣灵 耶稣提醒你 不要忧虑 因为你可以信靠圣灵 圣灵会时刻帮助你 当你面临逼迫 困难 对峙时 不要思虑 怎么分诉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 当说的话 第四 不要错失生命 耶稣说 你若陷在忧虑繁愁中 便错失了生命的真正意义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说的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生意人 他挣了很多很多钱 世人也许羡慕他 但耶稣却称他是一个无知和失败的人 因为他自以为可以长命百岁 但却不知今生并非人的终局 这个人的生活核心就是他自己 我和我的 这两个词 在本段经文中一共出现了十一次 这个人认为 自己的价值取决于所拥有的财富 他没有认识到拥有什么 才叫真正富足 他在神面前一点也不富足 有人曾说 一个只知包裹自己的人 绝不可能担起重担 第五 过分挑剔是枉费时间 耶稣鼓励你要看到物质财富 和物质需要之外的东西 不要过分挑剔餐桌上的食物是否可口 衣橱里的衣服是否流行 这些事本身并没有错 但它们不应该成为你所关注的重点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服吗 第六 信靠神的关爱和供应 耶稣指出 担心是信心的反面 如果你真的信靠主 就不会整日担心 你们这小心的人呢 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信心代表你坚信神的关爱和供应 信靠顺服是相辅相成的 你不该为自己在地上集聚财宝 而应该在神面前付足 你不该为物质的需要担忧 而应该求祂的国 良善的神已经把祂的国赐给你了 不懈追求神的国 应该成为你生命的重心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主啊 感谢你一遍遍告诉我 不要忧虑 不要惧怕 请帮助我寻求你的国 并且坚信 剩下的就必加给你们了 救援圣经 生命记 九章第一节到十章二十二节 恐惧和失败 神提醒以色列人 他们曾经行了多少背逆神的恶事 摩西说 这一切皆因为你们不信服祂 不听从祂的话 现在摩西勉励以色列人 要信靠顺服神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你神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祂的道 爱祂 尽心尽性侍奉祂 遵守祂的诫命 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 人之所以背逆神 多是因为不能相信 神所安排的一切 皆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 我们总认为 自己比神更知道 什么才是最好的 但事实是 神的所有诫命 都是为了叫你得福 神爱你 关心你 了解你 所以祂在希望 你能够顺服祂 其实 即便你感到神的诫命 很难遵守 你依然可以信靠祂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 都属于这位全能的神 而祂竟然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这样的信心 不能只留于表面 而要发自内心 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但是 真正的信心 必然产生好行为 我们蒙昭 就是要以神为榜样 保护孤儿寡妇 并施恩于外乡人 给他们食物和衣服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歧视或偏见 对于穷人 外乡人 和社会边缘人 要尤其关爱 神承诺 如果你信靠顺服祂 你将会繁衍众多 你的列祖 七十人下埃及 现在 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如天上的星那样多 主啊 感谢你 你怜悯我 爱我 拣选了我 今天 请帮助我敬畏你 全然走在你的道路上 让我全心全意爱你 服侍你 请帮助我去扶住孤儿寡妇 关爱寄居的 我祈求 你的教会 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众多 佩博的补充 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人非常容易 对自己的身体过于着迷 身材 形象 健康 营养 我必须承认 每当得知将要出席一个活动时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 要穿什么 今日今句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路加福音十二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